一所学校可以被称为名校 受到社会尊崇 除了办学认真 重视在校学生的成绩表现 也要看校友毕业后的发展 跟对整体社会家庭的贡献 已经有100多年校时的台中一中 就培育了许多优秀的社会精英 为了促进毕业校友间的友谊 2018年11月17号 台中一中校友总会 特别在台中市雾峰球场 举办一场高尔夫球友谊赛 有上百位校友参加 活动一开始 还有精彩的电动汽车 特斯拉的灯光秀表演 场面相当温馨热闹 一中校长陈木柱 校友总会理事长郑明权 副理事长陈国光 也都亲自参加这场比赛 并且代表所有一中校友 举办当场挥干的开球仪式 好 请大家掌声鼓勵鼓勵 好 祝台中一中 赵运昌龙 祝大家所有学长打球 愉快 台中一中校友总会理事长 郑明权表示 这是校友总会 第一次举办高尔夫友谊赛 除了有116位选手参加之外 许多毕业校友也吸加代卷的前来参加 虽然是友谊赛 但是还是会选出前三名 幸运奖 技术奖跟特别奖 比赛结束之后 还正式颁发奖牌 让这场友谊赛活动 相当充实又有趣味性 看到这样艳阳高照 风和日丽 群衔避急 让我非常的高兴 这是为了提倡 校友们的运动风气 同时也为了 校友会要筹备 募款 重建红楼 我们要重建红楼 所以要聚集大家的力量 来帮助学校把红楼建回来 所以这次的特别是 校友参加非常热烈 比一百周年的时候 参加的人数还要多 我们希望说每一届 每年都办 那我们球队是两个月打一次球 也欢迎所有校友 都来参加我们的一中校友队 台中一中校长陈牧柱表示 这场友谊赛 除了让毕业许久的校友 互相增进感情 活动筋骨外 也希望大家能为一中红楼的 重建计划尽一份心力 陈牧柱校长还跟着 郑明权理事长 陈国光副理事长 以及同样也是一中校友的 务丰球场董事长简森源 一起从第一栋打到18栋 彻底展现了运动家的精神 是要来这个增进校友彼此之间的一个情谊 当然我们今年有一个特别的任务 就是我们要来推动台中一中红楼的重建 那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作为软身 那么能够呼吁我们全体的校友 以及我们社会选择都能够来一起响应 我们都知道一中人本来都是很特别 他们都是勇于接受挑战 那么都是会选择不同的这个道路来行走 那这个在这里打球 应该可以更能够展现一中人的这个精神 这场友谊赛圆满结束之后 晚间大家还在球场二楼举办一场晚宴 校友总会提供了一道又一道的好酒好菜 还有热心的校友送了一组对联 祝福比赛圆满成功 郑明泉理事长表示 将来每一年都要举办高尔夫球赛 拉近学校跟校友的距离 凝聚大家的力量重建红楼 让一中红楼精神持续的发光发热 记者张瑞华 杨静 台中报导